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句云 文明为之 践行为世 世人亦我菩提之道 名善之士 那么什么叫善有呢 善有其实就是善之士 那么就是善之士的意思 那这个善之士的意思我们根据法皇记里面说到 文明为之 践行为世 听到他的名字 我知道这个人 这叫善 那么什么叫善呢 我看到这个人的形体就认识他了 这就是善是的意思 那么这是善是而已 那这个人呢 如果对我的菩提之道有所帮助 就叫善之士 那么菩提之道 菩提是绝的意思 那么也是呢 对于政物三称的果位有所帮助 对于这个臣佛之道有所帮助 就叫善之士 那么反过来如果不是的话 会死灵我堕落到恶道当中 这就是恶之士 那么这是善之士他的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根据其他的经典来解释 华首经云若有四法 当之士为善之士也 何等为士 一 能令 能入善法中 二 能障碍 诸不善法 三 能令人 诸于正法 四则常能随顺教化 华首经说道 如果呢 这位大德 他具备了四种法 就可以称为善之士 第一个呢 能令人 入善法当中 你清静他的时候 你能够修行十善业 修行武器啊 等等的 那么这就是啊 入善法 第二呢 能障碍 诸不善法 我们清静下这个大德之后 我们能够远离恶法 恶业 远离十善业啊 等等的 不再招恶了 三呢 能够使令人 注意正法当中 正法就很重要了 那么前面的段位修正呢 还属于人天的福报 那么注意正法呢 就开始要修行了 那什么叫正法 根据据神论来讲 佛的正法有两种 一个叫教 一个叫正 教法 一个是正物 那个正 叫教正法跟正正法 这两种的正法 那么教理上的正法是什么呢 就是啊 佛所说的金律元三藏 这叫教正法 那么正正法呢 正物的这个正法 一个是教理的正法 一个是正物的正法 就是 正物的正法呢 就是啊 三称五肉的道法 就是啊 能够正物到 这个 三称的果位 或者是阿罗瓦恩 或者是毕斯佛 或者是菩萨佛果 这样的称聪 那么 只要啊 有人能够受持 或者是呢 演说正法 那么佛的教正二法 就能够住在世间 那么据成这样说定 有人受持着 那么正法便住世 那么有人能够受持 受持就依着这个戒法来行使 或者依着承定 依着这个智慧来修学 正法就住在世间了 那么如果呢 有人能够依教啊 去修行 那么佛的正正法 就住在世间 一个是对道理的明白 一个是对 这个果位的正物 这两种 一个是教 一个是正 那么教呢 我们刚刚提到 金人三藏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要晓得 如果我们现在研究 佛法的道理 那么写了很多的文章 但是呢 没有引发我们的出离心 没有引发我们的菩提心 没有引发我们的实相会 没有引发我们了生 托子的信 这个不叫教法 这是一种学术研究 那么现在很多的学者 就有这样的过患 比方一些日本的学者 写了很多的文章 是不是 不是教授 博士 那么写了很多方法 知道考据考察 结果考出来是有问题的 那个执见不正确的 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佛法 他只是把佛法 当这种学术的研究 你读他的文章 不会升起处理心 不会升起大悲心 不会升起想要修行的心 只是在那边考据 这个是真的 那个是假的 这个是哪里来的 就这样考据而已 那么有时候这些教授 他可能连五界三规都还没有 不要说五界三规 可能都还没有 所以读这些经论 读他的文章 会影响我们的政治界 这是要注意的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更多 这样的文章很多 有时候看了以后 你对佛法的知见 还没有掌握住 会影响你的信心 不要说影响你对 净土的信心 也会影响你对 佛法的信心 这样有问题 所以根据巨神论 你看巨神论谁做的 天经不上 是一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圣者 大修行人 所以你看 你读他的论 好好的学习 会引发我们的处理心 会增加我们的智慧 巨神论又叫聪明论 因为读了以后会聪明 那么当时外道 其实天经不上 最初也是外道 那么后来他学习法之后 他觉得直进不对 他就开始编这个佛法里面的书 就写了一本巨神论 学出来的时候 大家真心恐慌要来看 那么佛地址也看 外道也看 因为外道怕自己变笨了 所以他要看看巨神论 看来他觉得他也变聪明了 所以巨神论也叫聪明论 那么天经不上 也叫世清不上 他本身的正法当中有修正的 所以我们读这种论 主师大德的论 才能引发我们真实的信心 政治正见 这就很重要了 所以我们感觉 现在人的文章少看 当然也不是说都不看 就是说你要有个智慧眼 在做抉择 要不然看了你都影响信心 到底这是不会说的 到底有没有这个事情 后来你每天在怀疑在考证 就像科学家一样 但修行不是这样的 你看偶一大师那种修行 印光大师那种修行 红一大师那种修行 那么就超越了这些学者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晓得 这是教法的正正见 那么正正法呢 就政务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实际的行持 当然它的高标准 就是有开悟正果的人在世间 那么稍微低一点 就是有能够 持戒修订 学会的 借定位上学也在修学 那么这个正正法也在世间 你好好的持戒 起码你持戒 持五戒 持八关在世间 那么这个修行的正法 就在世间 所以我们这个 学戒 持戒 听戒 都很重要 基本的 那么在进一步的我们修订 在学习经论 开发智慧 乃是我们念佛 也是啊 这个正正法在世间 要不然如果 我们现在都讲 净土无尽议论 讲得头头是道 结果呢 我们是要共修 没有人来 不行啊 是不是 你没有真实的念佛 你怎么可能往生呢 不行 实际的修行 实修更重要 实修更重要 那么这说到 什么是正法 第四呢 常认随顺教化 史丹文里面提到 恒顺众生 就是随顺众生的三根 而来教化他 为他来说法 那么这叫随顺教化 就是恒顺众生的意思 接着以二 善知识 种类 分三科 一 教授善知识 二 外户善知识 三 同行善知识 丙一 教授善知识 那么善知识有三种 第一个呢 是教授善知识 教授善知识呢 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圣道门 一个是定土门 因为这两者有点不同 所以我们把它区分一下 圣道门 善知识呢 就是能够使令学者 成就定位 开悟正果 这标准就很高了 那么学习的人呢 他是我的师长 我跟他学习 我能够成就成定 或是波罗智慧 乃至我能够开悟 甚至能够正果 那么这是一个 教授的善知识 另外呢 净土门的善知识 人令学者 信愿兼顾 持戒念佛 那么他不同于 圣道门的善知识 因为我们在净土门 念佛当中 我们不是要求 要开悟 要正果的 我们是第一个 要希望 我对净土法门的信心 跟愿力 能够兼顾 那么另外呢 我在念佛 能够 希望能够 怎么样达到 一心不乱 当然基本来讲 要持戒 所以他的标准呢 就是 这个善知识 能够引导你 实力你的心愿兼顾 实力能够持戒念佛 断恶修善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摩尔子观的解释 摩尔子观云 善知识有三种 一 外护 二 同行 三 教授 教授善知识者 如涅槃经云 善知识者 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自修菩提 亦能教人 修行菩提 那么这三种善知识 是根据志尔大师 所讲的 有这三种的善知识 那么 第一个 教授善知识 是什么意思呢 就如同《涅槃经》里面所说的 那么他能够如法而说 如说而行 他讲的是如法的 什么叫如法 就是根据经论 这叫如法 这很重要 是不是 你讲什么都可以 但是要经论的根据 那么经 佛所讲的 论 主是大德的智慧 那么有这样的根据 这个才是政治正解 很重要 我们经常调调 你要依止古德的智慧 不要依止 现在的智慧 现在的虚幻分别多 多知多见 那么受了现在很多的 这个思想的毒害 比方说科学 但我们不能说科学就不好 但是科学有它的局限 是不是 那么谁知道 就学过科学人都知道 有它的局限 是不是 它经常的变化 那么经常的变 我们说科学要不断地进步 为什么不断地进步 因为它就不对 所以它不断地进步 佛法不用进步了 因为佛陀讲的真理 两千五百年前到现在 是完全一样的 他讲空性 不会说 忽然有天佛陀告诉我 对不起 空性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么应该不是空性 应该是什么什么 在调整 没有 你看佛陀 从以前到现在 空性是真理 无我是真理 菩提性是真理 我们要立一种真理 但科学 它就是很多的理论 它不断地要修正 或是不断地要调整 乃至是错的理论 很多很多了 那么有接触科学就知道 那么所以我们刚刚说 要以古德的知见为知见 这个才好 那么加持 现在人的知见 跟古德的知见 有冲突 有抵触 那当然是以古德为标准 这是我们佛地 要具备的正确的知见 那么如法而说 就是根据经论来说 不但是如此 还能够如说而行 如说而修行 则更难 那么能够就你所说的去修 这是更难的 不容易 自修菩提 一能教人修行菩提 自己修行三秤的菩提 身闻原觉菩萨秤 也能够教导别人来修行 那么这是教授三知识 我们再看着下面 圣道门中圆满之善之士 虚具实德 能令学者成就定会 开悟正果 庄严经论云 若善之士 具足十种功德者 应看清静 何谓为实 一者调伏 二者极尽 三者除祸 四者得真 五者游勇 六者精附 七绝真 八善说 九悲生 十离退 圣道门当中 一个圆满的善之士 一个圆满的 他要具备十种功德 那不容易 为什么呢 他要使令跟他学的 能够成就禅定 跟菩萨的智慧 以及开悟正果 所以他的具备的功德 就要多了 那么下面就根据 庄严经论里面所讲的 这个善之士要十种功德 那我们虽然是念佛的人 我们了解一下也很好 就帮助我们去辨别 是不是 你才知道 你要有 我们说古人 要参方 要参方言 是不是 你没有参方言 你说我要去参学 你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参学 那么到这个地方 什么都不懂 那这样不行的 你要参方 你要有个标准 那么才能够参方的 那么这边提到呢 十种功德 我们看到这个表 一 调服 谓与戒相应也 什么叫调服呢 叫调烦恼 就是这个善之士 他能够跟戒法相应 那么他就能够调服 他的烦恼到一个程度 那么他自己本身也能够 断恶修善 他有这个调服烦恼的功德 二 极静 谓与定相应 他的内心是极静的 为什么能够这样呢 跟禅定相应 我们说烦恼 八万四千个 五量五边的烦恼 总是六根本烦恼 再关纳起来 贪餐吃 那么不管是哪种烦恼 在大毕佛三论里面 告诉我们 烦恼它有一个总项 这个总项就是不极静 只要我们内心不极静 就是跟烦恼相应 所以内心极静很重要 那么戒是能够服出的烦恼 禅定能够服住 维系的烦恼 所以极静本身也是一个功德 第三呢 除祸 未与会相应 断烦恼也 他能够除去迷惑 就是祸救烦恼的意思 断除烦恼 就是三之四 他能够跟智慧相应 那么服烦恼或是断烦恼 那么这个服烦恼跟断烦恼 服烦恼就比前面的极静 更加的维系 就是他能够服出烦恼 就比前面的极静 还要更加的深刻 服更维系的烦恼 这个意思 第四 得真 未具戒定会 不缺不检也 功德真上 就是他具足戒定会 那么戒定会方面 不缺漏也不减少 无有勇 未利益他时不疲倦也 那么利益他的事 能够勇往直前 在利益重症的时候 不会疲倦 比方说法 或是伴佛教事业 那么所谓的 弘法是家务 利生是事业 那么他自己能够修十三野 也引导众生修十三野 不管是救灾等等的 那么虽然他只是人天的服业 不过也能够引导众生 不断地进步 那么或者传戒 讲经说法 领重修行 领重下来讲 别方打残器 打佛器 等等的 这些都是历生的事业 六 经负 为多文也 他学习很多的经典 七 绝真 为了实也 了就是通达的意思 通达第一地 实意叫第一地 实相的理体 八 善说 为说法不颠倒也 那么他善于说法 也说他说法不会颠倒 什么叫不颠倒 就是他就有政治正见 不是巧言吝啬 他所说的法能够符合三法应 能够符合实相应 这才是政治正见 九 悲生 为五五希求也 五所希求 那么五所希求是 就是 英若经里面所讲的 施恩不忘报 他对众生有恩德 他不会希望有所回报 这叫不忘报 那么这个呢 就跟菩提心相应了 那么一般众生 也是施恩不忘报 他那忘事 不会忘记的意思 他一直记得 我对别人有什么恩德 这是我们凡夫的境界了 你看菩萨不是 菩萨是不忘报 不会希望 你要再回馈 有什么不慰的 那么 所以我们凡夫就慢慢的进步 慢慢的进步 第十呢 离退 为于切实 恭敬而说也 不会退 是恭敬心 那么在切实际 都能够恭敬说法 也就是重法的意思 那么这善之士 具备的十种功德 我们接着看二十四页 末法之时 具处圆满功德之善之士 实难可遇 具处地子项之学者 亦难可得 若有具此少分功德之善之士 引清静 以学者定会 虽难成就 但能具足政界 应当庆幸 到这边 这里是告诉我们的 在末法的时候 我们要找一个 具足圆满功德的善之士 不容易 非常难 另外呢 要具足地子项的学者 也很难找到 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要求 是不是 你不能只要求 这个师父要多好多好 我才要跟他学 但自己呢 什么都不干 那么就要求 这个善之士 要非常好 但是自己不努力 那么这是不行的 所以呢 相对的 要具足地子项 你具足这个地子项 你才能够赶得 这个善之士 那什么叫地子项呢 根据经论 提到两个要点 第一个呢 尽性为本 第二个念恩 生尽 尽性为本 就是啊 我们要观师长 就是佛 这个不容易吧 是不是 在密宗里面提到 观上师就是佛 观想这个上师 就像佛一样 那么另外呢 连师大师 偶遗大师 也说过 这个沙咪的阶段 你要看你的 和尚跟阿瑟尼 这二世就像佛一样 这样来侍奉他 我们在 最初学这个 沙咪威仪的时候 沙咪十阶威仪 路要 里面就有提到这一点 当然这个地方是 我们 虽然在学的时候 有这样学 教也有这样教 但是在我们汉地 比较不强调这个 那么为什么古德 他要强调这个呢 就是说 一般人对佛 是不会生起 这种轻慢心 也不会生起 这个佛有过世 他不会有这种想法 那么他会 看到佛的功德 那么如果他看到 看到这个佛 有什么不对劲的话 他会想到 可能是我看错了 不是佛有问题 所以我们对师长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 那你修行上 就能够增长 就能够进步 那么诸佛已经过去了 未来佛还没有出现 那么现在说法 能够代替佛陀 宣扬正法的 就是我们的师长 就是你的和尚跟阿舍利 所以应当是和尚阿舍利 像佛一样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在北传的佛法 比较少强调 那么藏系的系统 他们就强调了 是上师如佛 不过虽然是如此 也是不容易办到 不容易办到 那么真正要看上师如佛 那不容易的 那么在黄文经里面 提到 怎么样尘世善知识呢 你要去 对待善知识 如孝子心 你要沉顺他的颜色 就是脸色 那么像我们对父母一样 父母的喜怒哀乐 我们要善于察言观色 那么对善知识 师长也是如此 那么也提到 如无除愤人心 要远离这个交慢 没有这个共共我们的心 你看那个除大愤的 那么他就是 觉得自己很卑微 不会有这个交慢心 如无地止心 那么善知识所的讯会 我们不能够违背的 如同仆心 就像那个仆人一样 那么这个 老板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主人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那么师长叫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如梁犬心 梁犬是什么 就是狗的意思 那么看善知识 我们就好像 我们在他面前像狗一样 狗不会伤害这个主人 那么这个 狗对主人是怎么样 这个主人一生气 脚马一踢 他马上跑走 跑走之后 他看主人 不生气了 他尾巴摇摇又回来了 就像狗一样 那这不容易 那么现在交弟子 哪个人敢交弟子 这样子 不过后面我们 等一下提底 我们在联系室的教授 就是这样子 当然不是把我们 当作狗 不过呢 有到过联系室的 不管是有出家的 没有出家的 都有那个经历 那么这个 参攻上人 好的时候 非常的慈悲 就像跟老爷爷一样 非常的慈祥 他一发脾气的时候 受不了 大家都害怕 这样的情况 那么如两犬心 在宋朝 有位 有这个法远禅师 跟意外禅师 这些人 他们听说呢 河南 有位归省禅师 高峰亮节 就特别的前往去参访 那么去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冬天下雪 那么鬼际禅师呢 就不让他们挂丹 喝止他们 慢慢赶走 甚至啊 用水泼他 那么泼到他们 身上衣服都死了 你看冬天啊 不让他挂丹 就算了 还用水泼他们 那么其他出家人 跟着去的 就受不了 被骂 还被泼水 这什么是一代高僧 那么用这种方法 就离开了 只有法远禅师 跟意外禅师 他们把这个衣服 做具 整理整理 还一直坐在那边 那么到第二天下午 这个归警成功就说了 你们再不离开 难道要赶你吗 那么法远禅师 就上前顶礼 就说了 我们不迟千里 挑挑而来 为的就是 参事仿道 难道一瓢水 就可以把我们赶走吗 就算打我们 我们不离开 归请禅师 才准许他们两个挂单 那么就安排他们 去这个厨房工作 哪里哪里 等等的情形 那么当时 这个室里面的伙食 很差了 那么有一天 归请禅师外出 法远禅师 就私底下 将长柱的油面 拿出来 要煮一个 五味粥的 这个汤 共种 那么这个粥 刚煮熟 没想到 归请禅师 忽然回来了 回来之后 就对法远禅师 赫施说 你这个偷取油面 这是偷到 那么法远就说了 我确实是拿了 长柱的油面 愿意接受处罚 那么 归请禅师呢 就把 法远禅师三一根钵 拿去卖 就是用来赔偿 长柱了 而且罚打三十磅 三十丈 再把他赶出寺院 那么其他道友 都替他说情了 那么 归请禅师一概不许 那么有一天 归请禅师外出了 就看到 这个法远禅师 一个站在寺门的走廊下 那么原来 他没有离开 他是在走廊那边 寺里面的走廊那边 睡觉 休息 没有离开 就住在那个走廊那边 那么这个 归请禅师去 就说 这是寺院的地方 你还住在这边 你有交房钱吗 那么 这个法远禅师就 命我难受 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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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交房租 那么他就去外面 脱拨了 把房租又还清 这样的情形 那么 归请禅师就 对大众说了 这才是真正 参禅的法器 就留他下来 之后呢 把衣钵 传给他 你看这是 地质项 那么 这样子 我们学法 才能够有成就 那么这是 说到地理项 第一个 尽性 为本 第二呢 恋恩生尽 对善知识 我们要意念 他的恩德 盛起恭敬心 就如同华文经里面 所讲的 如恋善知识 生我如父母 养我如如母 真我菩提芬 如医疗重疾 如天撒干露 如日事正道 如月转静伦 我们要这样的一个 恭敬心 报恩的心 那么这官 上司制服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在西藏 他们的这个 密教 白教里面 有个传承 传承的上司 第一代的祖师 叫蒂罗巴 第二代叫纳罗巴 纳罗巴之后呢 是马尔巴 马尔巴是密日巴 再是刚波巴 为什么都有个巴呢 这个巴在西藏 就泽的意思 就像我们的 者的意思 那么他们 是上司 罗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这个 第六八的地址是 纳罗巴 有一次 这个第六八 就转头过去 跟他的地址讲 没有讲话 就盯着他看 那么这个 纳罗巴呢 就上前 请求教法 那么他就说了 想要教法的话呢 就跟我上来 那么这个 这时候 第六八 师父是第六八 他就 爬爬爬到一座 三层楼的屋顶 然后就说 到屋顶之后 两个人站在那边 他就说 如果我有地址的话呢 他一定会 从这边跳下去 那么那时候 就有两个人而已 所以纳罗巴就想 他一定是 跟我在讲话 所以他毫不犹豫 就从三层楼 纵身一跳 跳下去 那么重重的 摔到地上 那么全身 非常的疼痛 快要死了 瘫在那边 那么第六八 年纪很大了 他走下去的时候 慢慢的走下去 因为他年纪大了 走路不快 走一手走下去 走下去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怎么了 他说 哎呀 这个由前世业力 所形成的肉体 就像颅尾一样 快要碎掉了 已经啊 瀕临死亡的境界了 那么这个 第六八就问他说 那你对我有信心吗 他说有 我对上身心 不会改变的 那么第六八就用手 摸着他 一摸过去 他就恢复 完好的身体 那么这样子呢 经过了一年之后 那么也没有什么 上师啊 也没有叫他什么 教法 那么这个 纳禄霸呢 又去勤法 勤法的时候 第六八突然就起来了 起来就走开 走开呢 这个 纳禄霸就跟着过去 就看到他的师父 坐在火堆旁边 那么纳禄霸上前勤法 第六八就说 如果我有弟子的话 他一定会跳进去 火堆里面 那么这纳禄霸毫不远 就跳进去了 结果全身啊 严重的灼伤 非常的痛苦 那么第六八就淡淡地问了 你怎么了 纳禄霸又说了 这个由前世业力 所形成肉体 已经被火所吞没了 我非常的痛苦 那么这时候呢 第六八又用手 摸一摸他的身体 身体又恢复了 所以他们葬戏 对这个上师的信心 要大将 你想嘛 是上师如佛 佛是什么 一切自然 对不对 他能够了解你的信念 无所不办 现在呢 你从台北101的高楼 他让你跳下去 你好不犹豫 因为他是佛 是不是 他只要手一伸出来 就把你接住了 你要这样的信心 但话说回来 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很难 所以学人自己 最初学的时候 上师是佛 我真的是 是上师如佛 我就每天观想 他就是佛 不过那时候 不是真的的信心 只是勉强自己去观想 那么后来过了三年五年以后 我想 他是佛吗 佛怎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不是说 他有什么过失 是我们有业障 所以我们看不清楚 他是否 那么那时候 来联系 在这些学会 那么参攻上会请 一些大学的教授 或是其他老师来联系 就是在这些教授 那么其中一个教授 正大的一个教授 那么他的夫人 他的太太 也后来也接触密教 那我们有一次 去避一个短期的观都遇到了 那我还是学生 那他算师母 就觉得很高兴 就谈起来了 那么过了大概十几年之后 我们中间都没有再碰面了 因为后来我出家了 那么就没有再什么姻缘碰面 后来出家一段时间之后 经过大概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又联络上了 那我就问他说 你还在修密吗 他说没有 他认为说修密就如同 这个沙滩主堡一样 他这样跟我形容 就不牢靠 他认为说 他还是不觉得 不觉得这个 对他来讲 很适合 那我就提出过 你说 你觉得你相信 你的上师是佛吗 他就说 他也很难相信 所以这个教法 就是要看适不适合 不是说他好跟不好 也许西藏人 他容易相信 但我们汉人很难相信 是不是 汉人就多一根筋 他会想 这个佛会这样子吗 然后会不断地考验上师 不是上师考验弟子 弟子会不断地考验上师 所以很难 你看他们那个祖师教 我们讲的是有根据的 地罗巴对那罗巴就这样子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你再去看一本传记 就是米尔巴传 就是米尔巴 他的师父 马尔巴对他那种处罚 对他那种教授 那非常的严厉的 比对那个动物还不如 但后来他成就了 那么看了以后 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要学密教 我们就 哇 这个马尔巴上师 非常的殊胜 能够使令他 在一生当中 即生成就 得到很高的证悟 所以那时候 我们的心态 就是想要去找一个 佛陀的上师 来一直来学习 这个没有错 但是呢 你要去找 马尔巴这样的上师的时候 你要了解 你自己有没有像 米尔巴那样的地质像 是不是 我们都想要去找一个 很舒适的上师 但你有没有去除地质像呢 这个有问题 那么这样的教法呢 可能就不一定 那么的适合 我们汉的根气 所以佳生的参攻上 他也经常提 他那时候在东北出家 有一个王达妈 那时候亲近他 那么他那时候 后来要出家的时候 他就考虑 我是要当亲衣生 还是黄衣生呢 亲衣生就是 我们穿这个 汉人的这个身服 灰色的亲衣生 黄衣生呢 就是那个达妈 他们穿的那黄衣生 他考虑考虑 他想 我的根气还是适合 当这个亲衣生 你看那个拜大礼拜 西藏人他大礼拜 跟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 我们这小礼拜嘛 他们大礼拜 就是这样子 拜下去 因为他们这个 大概是 跟那个民族性有关 他们居住在高山远远 所以就拜大礼拜 很好迈 那么家师 有时候就会提到说 他在联系室的时候 有一个人 看到他就扑下去 他就往后退一下 那么他就感觉 这个大礼拜 当然大礼拜也没有问题 你都拜大礼拜 对身体也很好 只是说 这个民族性的问题 我们还是这样 感觉这样慢慢拜 或是我们一般的 那个拜法 小礼拜 较比适合我们 所以这就是 根气的不同 那么上面提到 我们要具足地址像 那么上司呢 原本的上司 原本的上司 十种功德 但是呢 在末法当中 如果他具备 一两种功德 就非常殊胜了 就值得你去跟他学习 因为你只学 他的专长就好 你不用要求他这么多 那么这样的情况 这是通途法门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最后一段 净土门中 能使学者信愿坚固 持见念佛 自愿往生 净土者 则应清净 以此 只称为末法之大 善知识也 那么在净土法门当中 我们刚刚提到 能够让你 对净土法门的 信愿坚固 能够引导你 持见念佛 发愿往生 那么我们就可以 清净他了 不管是 出家的善知识 还是在家的大德 我们看从古至今 很多这样的 居士大德也有 那么龙书净土门 王龙书 是不是 那么这些 都是居士大德 我们都可以去 清净他 那么这是末法时代的 善知识 大善知识 因为我们是 感觉到 末法时期 如果我们没有 依止净土法门 来休息 你要得到 当生成就 卸脱圣者 是不容易的 接着 秉二 外护善知识 外护善知识 则从外以衣食 劳力等 护持行则 安稳修行之人也 那么 就是 护持我们的 比方 出家众来讲 我们出家众 是没有去 营业的 没有去上班赚钱的 所以我们的 世事供养 就来自于举使们 那么他就是我们的 外护善知识 或者我们在办佛期 那么就有户气的人 那么做饭菜 或者是帮忙打扫 帮忙行糖 那么这些就是 外护善知识 他是我们的善知识 你说你打佛期 要一心不乱 但是你还是要吃饭 是不是 你不能说饿肚子 饿肚子 你的功夫还不到 所以要煮饭菜的 要行糖的 那么要搬桌椅的 要打扫的 这些都是善知识 这叫外护善知识 或者是整理这个道场的 这些同修们 他都是外护善知识 丙三 同行善知识 分三 一 解释名义 二 结色共修 三 略名注念 第一 解释名义 同行善知识者 相互敬重 切错琢磨 志同道合之人也 那么简单讲 我们讲的就是同参道友 那么这同参道友 在家居士也有 出家众也有 接着 丁二 结色共修 分两颗 一 结色力 二 修持要点 物一 结色力 又分三颗 一 互相辅助 二 防止懈怠 三 听法事宜 即互相辅助 那么结色共修 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个 说明 有互相辅助的功能 请看这文 或为念佛求圣西方 即 何必结色 事不知事件万事 需待众运相助 方得有成 况学了生托死 之无上妙法乎 圣人以朋友 列于五伦者 盖取其 劝善归过 如二月护照 福为保安 如两手相远之也 到这边 那么 印光大师说到 我们只要念佛求往生就好 为什么要 有个念佛会 要来共修呢 原来 我们要晓得 世间的万事万物 要众远合合 众远互相的帮助 才能够成就 那么世间尚且是如此 何况啊 你要学了生托死中 无上的妙法 更是如此 所以圣人呢 就将五轮当中 列入了 这个朋友这一轮 那么五轮就是 君臣 父子兄弟 父亲朋友 其中一个是朋友 那么朋友 这个朋友 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呢 司马天说 同名相照 同名相照 用这个智慧光明 照耀 这就是好朋友 如果说大家感情好 但是啊 都是做一些放异的事情 这不是好的善友 不是好友 那么所以如二月护照 那么福慰保安呢 辅助危险 保护安全 那么就是像朋友一样 要互相的辅助 那么这是一个功能 接着 几二 防止懈怠 人之常情 若无异议 则多舍应循 待护之弊 大众同居 功课有定 虽欲懈怠 亦不可得 功课之外 其奋发精进则 即可涉笔懈怠 则勉力而行 人界前进 谁敢后退 彼此相符 其行一成 那么就防止懈怠了 那么大家混在一起 那么见面 就问一下 你最近用功的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我最近 念佛多少声 那么拜什么经 送什么经 拜什么颤 看什么书 听法听多久 一听 哎呀 很惭愧 他这么用功啊 我都没有 那你就 就是 有惭愧心啊 你就 我要调整一下 那就进步了 所以能够防止 我们这种懈怠 那么你看 来到这个念佛堂的 大家都用功啊 那你就不好意思 懈怠了 我们一起听法 一起打佛七 一起过堂 都能够进步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来到佛堂 来到道场 不是这个联谊会 来到不是交朋友 我为什么来 因为我没有朋友 所以我来了 来到这个